购物时的好伙伴或是医疗照护者 AI人工智慧发展越来越多元 未来也可以应用在无人驾驶上 为了加速台湾产业的AI发展 科技部跟全球绘图处理器龙头挥达 在GPU技术大会上宣布 共同打造台湾第一台AI超级电脑 那印算量一定是决胜点 那Media在这个部分会协助科技部 我们有一个50亿的主机的计划 在未来五年内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经贵 把台湾要的这个AI印算建起来 我真的希望台湾起来 起来和吸引起来 AI是很棒的新闻 它是很棒的新闻 每个国家都很高的生活 希望唤醒台湾AI发展 挥达过去已经跟科技部携手合作 训练一千位台湾开发者 加上跟台湾大厂台积电等伙伴关系 未来还会持续投资台湾 相较于AI发展领先的大陆 还有新加坡 台湾的优势到底在哪里 大量的这种运算能力 那这个一定是来自于半导体 因为你有一些要在主机端 有些是要带在你应用端 应用端很多都需要晶片 所以台湾这是本身的强项 计算机科学跟应用数学方面 很强的这种底子 适合在AI未来正好可以在全世界去征战 台湾独有的半导体跟计算机科学优势 虽然台湾人工智慧起步略晚 但产业龙头台积电鸿海华硕 都投入AI研发 AI造富黄仁勋就认为 后起直追很重要 台湾有着半导体优势 迎头赶上的实力不容忽视 环宇新闻苏宏杰陈淑曼台北报道